一个最新现场就是有人肇事逃逸了 在桃园这边两部机车发生了擦撞 其中一个机车骑士呢 倒向一旁的公车 还好当时有戴安全帽才没大碍 详细的状况呢我们要联系回忆 是的主播透过公车的行车记录器 可以看到两台机车碰撞之后 骑士与乘客纷纷摔倒在地 前车的乘客领导先生 倒地后身体与头部都滚到公车左前轮之后 肇事的女骑士 进行拉起的机车扬长而去 还好领导先生有戴安全帽 只在头部及脸部有轻微受伤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安全帽部分有破损 那女性骑士迅速的离开现场 我们本分局沿线掉跃天斗地网 已经查获这个民情骑士 根据了解当时这辆客运 是由大西往桃园市方向行驶 请经接受路靠边让乘客下车后 就听到车旁左侧有巨大撞击声响 驾驶紧急把公车停下来后赶紧下车查看 幸好当时公车尚未起步 才没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警方巡线也掌握逃逸的女骑士 并已通知她倒案说明 以上是现场最新有最新情况 众天新闻会持续为您掌握 主播 好的谢谢佩颖